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舞之前先来听一听她的这首《彩虹》 身为一道彩虹 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够了我爱你 不必忍懂 不必忍懂 好好听这个歌曲哦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欣杰 欣杰你好 哈喽 两位主持人好 哈喽 还有正江音乐宏播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张欣杰 欣杰你好 欣杰现在在台湾是吗 是 今天我们外面的这个非常可爱的白雪 她看到我们电话说 这是哪儿的电话 我说是来自台湾的 然后也是很高兴 能够有这个两地之间的交流 很开心哦 很开心 既然有这次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做一个联系 是是是 首先要恭喜你就是在9月12号要发行 要发自己的新专辑了 对 在9月12号呢 就是我的个人首张专辑打开心节呢 正式的要在内地发行 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我的专辑 一定一定的啊 是是是是是 很多人都说你是在9年之间啊 在琢磨着这张专辑 那么这9年你到底在忙碌些什么呢 因为你是14岁开始唱歌的啊 好小 从14岁开始我就去比了一个歌唱比赛 然后那时候也很幸运的拿到了冠军 然后得到这个信赖 然后就在14岁的时候唱到刚刚你们所听的那首彩虹 然后那首歌呢 它是在台湾有一个八点档叫明阳四海的主题曲 是 大家那时候都以为那首歌是动力火车唱的 不是我本人唱的 所以那时候有一点小小的难过 然后这次又重新翻唱这样子 再过9年后重新翻唱 然后这9年呢 然后我也去 我也完成我的学业啦 然后也去当兵也退伍了 然后退伍之后我也跑去 一个比较正当正直的工作 可是那个时候的期间 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 我对唱歌的热爱 唱歌的热爱 所以呢那时候晚上 我还是跑去POP兼差 这样子 然后可能那时候因为 就是晚上在POP助唱的时间 的日业颠倒 因为他爱唱歌 所以把那个白天的工作辞掉 就是你做出了很大的一个牺牺牲 对啊 然后就这样这9年之后 然后就去有机会就参加了新光大道 对我们看到你的表现了 而且知道吗 就是很多我们内地的朋友了解你 也是通过台湾的各大综艺节目 知道你的 比如说新光啊 康熙来了 就是上这些不同的节目 有没有不同的感受 比如说你上一些 康熙这些节目 和这个新光大道比赛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心情吗 我觉得在比赛的时候 比较是比较压力 比较 嗯嗯嗯 节目的话可能就比较轻松 轻松 嗯 对就那种比较 那种心情比较不太一样 是是是 在台湾最喜欢的综艺节目 是哪一档 哇 台湾哦 其实我都蛮喜欢的呢 都蛮喜欢的 好可爱 是是是 那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自己辞了原来的一个工作 就为了自要唱歌 然后把本来的工作辞掉 去找一些这个监插来做 那那想八卦一下 你就做过什么样一些 监插的工作呢 这个可能 不怕大家 就是不相信 我有去做过汽车 就是洗车场的小弟 嗯 也有去夜市摆过地摊这样子 哦就是 你是为了尝试 还是真的去做了 就是真的是缺钱去做吗 还是就是想去体验一下 那时候就真的是 是想要为了生活嘛 嗯 为了生活想要就是 就是赚一些外快这样子 然后打一些零工 那这些零工得来的钱 你会用来买什么吗 买一些吉他 或者是一些乐器 还是怎么样 就对自己 在投资自己吧 在音乐上面这样子 就是会买不同的唱片啊 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跟理想啊 蛮辛苦的 嗯 是 非常的就是 为你的这份执着而感动啊 所以呢 也是有人说 哎呀这是心结真的是很辛苦啊 在大学摆过各种各样的地摊啊 什么的 都卖什么呢 对 会卖些什么东西 哦我 这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 你可以用英语说 我知道是不是underwear 我是在卖那个男性比较贴身的内衣物 嗯 就是 小内内啊 服装嘛 哇靠 你不用这样子吗 就是一些服饰对不对 然后据说啊 也是你的经纪人告诉我 嗯 你是卖各种颜色的 红橙黄绿青蓝紫 彩红色吗 多彩的一些衣物是吗 没有 我有帮他取一个名叫做七彩子弹内裤 哦 天哪 厉害厉害 我觉得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啊 虽然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本市啊 就是我们镇江这边也有地摊上也会卖这些衣物 但是没有想出这些创意来卖 就一些 对 特别的东西在里面 对 我们听节目的这些 如果晚上在夜市你要忙 很好的idea 可以去采用一下啊 是 说真的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摆地摊还是非常辛苦的嘛 那么就是除了这一个辛苦之外 你用什么样的时间来给自己补充音乐知识呢 或者是来学习音乐 我那时候 因为我还是 我自己会弹吉他嘛 然后那时候我在家的时候 可能就是多听音乐 然后自己在家里练习 然后 自己抓歌啦 然后 我那时候也有到 那个 就是餐厅啦 自己去做这样子 对 是是是 也不容易啊 就是 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我们心结来给大家轻唱一段自己最喜欢的歌曲 因为在9月12号就要发专辑了嘛 自己来打打歌好了 对 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歌曲很多啊 比如说 《金某便利店》啊 还有《风还在吹》啊 《最爱不说》啊 等等 很多很多 最喜欢或者是最觉得最有意义的一首歌曲 或者说对你来最重要的一首歌是什么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这首歌呢 因为刚刚前面有 就是说我的在14岁的一个作品叫做《彩虹》 对 我们有重新做一个2011的版本 现在呢 我透过这个机会 然后再重新唱 就是说你的新专辑里面又收录了《彩虹》的这首歌重新编过曲的 是吗 对 对 我只要透过这个关系在这边自弹自唱 然后想说唱给大家听啊 我好想看到视频哦 是是 赶紧我们动起来 我们的耳朵动起来 来听心结给我们演唱《彩虹》 好 谢谢 嗯 只要不醒过来 真就不是梦 心看着我 心拥抱我 一文便流动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要做 请天空给我 请时间给我 再多一点停留 成为一道彩虹 成为一道彩虹 遇过了就该 在两层片天空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成为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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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全力也要 换你一段笑容 好多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不必忍懂 不必忍懂 哇 好好听的歌哦 太厉害了 难怪有人会说 你是男版的阿妹耶 不敢不敢不敢 不敢吗 就是 当别人这样称呼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大家 太好了 对我太好了 对你太好了 就是希望有一天 在某一天 会有人说 哇她是女版的张兴杰 对吗 女版 会不会 一天人家可以这样子讲 真的有啊 据说这个hold住节 在台湾非常流行 平常生活中有没有就是 就是关注这一方面 有啊有啊 今天特别火 hold住节是吗 因为也有人叫你man哥嘛 就是陶子节 就是你在星光上面陶子节 为什么会叫你man哥呢 我hold得住啊 你hold住了是吗 没有啦 开玩笑的 因为我可能是我的长相啦 比较 比较 比较成熟 对看起来就蛮 蛮成熟 蛮有成熟韵味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 所以陶子节 陶晋宁就这样叫你是吗 对啊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这么叫你了 对 长得 成熟 然后声音也比较成熟 然后呢 是 那个陶子节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man哥 其实我还在这边也蛮感谢 就是陶子姐帮我取这个名字 嗯 现在反而大家都叫我man哥 不叫我的本名 那在私底下在台湾 像你们喊陶晋宁 都是喊陶子姐是吗 对 是啊是啊 可是这个对一个长 嗯 他他已经算长辈了 是吗 他算一个美女的称呼 嗯 哦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man哥呢 对于你的身性啊 还有形象 都蛮适合你的啊 对对对对都很符合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 打开新杰章专辑中啊 听说就是刚才我们演唱的这首彩虹嘛 是你的一个主打歌曲 就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首歌 很好 对啊这首歌对我很重要 因为真的我在14岁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还蛮荣幸的 就是我可以跟到我自己的偶像 然后就 偶像是谁 动力火车 那是动力火车 火车然后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呢 他就是指导我怎么唱这首歌 怎么诠释啦 然后那时候真的那时候回家睡觉的时候 都会一直一直睡不着 然后一直笑着睡觉 好天哪 太可爱了 是笑着睡觉 就像我们做节目有的时候会笑着做节目一样 嗯后来呢 后来之后我就是一样就参加星光大道 嗯 星光大道 现在在台湾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火的比赛了啊 我前一阵子我也有参加一个内地的 就是也是歌唱大赛 是吗 哪个哪个比赛 拉方星光大会 哦 也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演唱选秀性质的一个比赛啊 对对对对 是 那刚刚唱的那首彩虹就是再一次的收录在新专辑 嗯 重新编曲之后 是不是会有一种重新出发的感觉 再唱一遍 重新出发 嗯 嗯 我想说因为刚刚讲到讲到出发 嗯 那个 有一首歌叫出发 对 有一个非常红的老师叫做小柯老师 嗯 小柯 嗯 小柯 他帮我制作了这首出发这个曲子 嗯 主要呢 因为这张打开心结的专辑 主要还是以情歌为主 情歌 嗯 那这首出发呢 呃 让大家听也比较 他的重新编曲也比较轻快 嗯 就让人家 就是他在 主要是在描述就是为情所困的恋人啊 嗯 然后如何走出情商 嗯 重新寻找下一段的幸福的情景 嗯 是是是 这个时间段要和我们所有的朋友要分享一下 我们微博上的一些人 他说 这位叫做孟小田的朋友他说了解到 心结呢 是从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的 说你有一些害羞 有些腼腆 但是呢是一个一直非常努力的男生 很执着啊 是是是 然后呢有台湾的这些微博博友 Steve他说 啊是张心结啊 连线中 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啊很高兴能够在节目中听到心结的声音 很激动他们 是 嗯 啊谢谢他们了 嗯 对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发完这个新专辑之后 嗯 希望呢 其实现在也蛮希望就是可以收到 嗯 呃 内地的朋友们的邀请去那边宣传我的 这一次的个人专辑 嗯 我的专辑在9月12号就要正式发行的 是 那我们现在公司也在筹备 嗯 然后能够去内地跟大家宣传这样 嗯嗯嗯 大概有什么样的计划 非内地现在 9月多少号 觉得中旬吗 还是9月12号就会来到内地 大概是10月吧 10月份过来 嗯嗯 还会办一些这些歌友会啊什么的 签售会之类的 是不是 因为微博的朋友上面 对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 嗯 一直这样支持我 嗯 然后没有过去跟他们见见面 我还觉得蛮不好意思的 嗯嗯没有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你 除了在欣赏你的音乐之外 还是非常感受到你的努力 尤其是从各个比赛走下来之后啊 对 还能够继续坚持音乐 非常不容易 就那么有的音乐 那种真诚的一份心意在里面 是是是是 对 在平常生活中包括创作的过程中 有很多朋友在帮助你 像刚才提到的小科 小科老师 包括我想陶子也会非常的关照你们 嗯嗯 是不是 嗯 其实陶子也还蛮照顾的 就是从我们星光大道出来的选手 嗯 是有机会的话 像我跟陶子姐问好 好好好 好不好 嗯好谢谢 在今天我们最后来听到你的一首歌曲 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值得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啊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意义 这首歌曲叫做 风还在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最近进入秋季了嘛 对天气凉了嘛 风一直在吹 当风吹过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星杰 我觉得吹过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 嗯 很自由的感觉啊 是是是 对我自己呢 因为很喜欢大自然的感觉 嗯 那我本身也是山上的小孩 哦 山上的小孩 就是 本身很喜欢那种自然大自然的啊 跟自然推得很近 嗯 对是 就是人和自然非常亲切的临近 很融合啊 是不是 对 好那我们就把这一份自然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吧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在听过你的歌曲之后都会对你这样专辑是欲罢不能的啊 但节目时间有限了 嗯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专辑 嗯 一定会一定会新专辑打开心结 大家可以去关注可以去支持 会是在9月12号正式发行自己张心结的这个新的专辑叫做 打开心结 打开心结 嗯对 记住张心结 就是可以到 请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啦 关注我可以 可以去支持我们的张心结 对对对 张就是工厂张 心就是心灵的心 结 结出的结 张心结 是被誉为201最man的声音 嗯 好了12点53分呢 我们在这里也是要结束节目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心结 从台湾那边跟我们进行连线哈 嗯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来 感谢心结 嗯 祝你的专辑大卖哦 好 拜拜 拜拜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来自于张心结在自己的最新专辑打开心结当中的一首歌风还在吹 是其实说到现在时间也来到了12点54分啊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没错 要到下个星期二我们的中午12点非常进舞团要和大家再继续见面 对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五9月9号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两个要在非常进舞团的节目当中要代表我们的节目呃 周圆所有的朋友一个是我们的老师们叫世界快乐另外祝愿大家能够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应该这样说吧 月圆人团圆 嗯 所有的家庭们所有的人们 但月圆长久千里共产圈 是是是 好了我们把最后一首风还在吹啊 把幸福吹给你们送给你们 祝福也送给你们下周我们再见 拜拜 我要分手才放心走向他怀中 风还在吹 你爱谁就爱谁 风还在吹 我会指南而退 用表情无所谓 用表情无所谓 不能泄露伤悲 就当做是梦醒太后悔 风还在吹 你想飞 你想飞就去飞 风还在吹 别怕我想挽回 如果还有泪水 不小心的崩溃 那是我假装的心碎 风还在吹 风还在吹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有价值的人生 不是拥有金钱 名誉 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是你能够帮助别人 并且能让别人 拥有价值